辽阳市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环境信访问题 第一时间核实办理 坚决彻底整改 11月8号 辽阳市文胜区接到第四批转办的信访投诉案件 反映太子河湘平大桥东侧桥下堆放大量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影响周边环境 经现场调查核实 发现该地块确有垃圾堆放 举报情况属实 文胜区立即组织机械车辆和人员将60多吨垃圾运到垃圾处理厂进行分类处理 并安排专人进行巡查 及时制止和纠正清倒垃圾杂物等行为 原来在这走 看到这些垃圾心里挺不好心 挺不得劲的 这种清理完事了 你感觉到心里挺开心 挺满意 暂时我们现在已经与未争手的地块用铁丝网 现在已经隔离开了 隔离来的时候 我们难免的是原有的 现在是太子和历史光发封光带 我们下一步把两块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为百姓提供一个冰水 健身 环境优雅的一个地段 辽阳市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环境信访问题 全天候对接 第一时间转办 核实 办理 反馈 切实解决好环境问题